這是分別擷取長寬高 意思是說它不只一個瓜糊 它有三個瓜糊 不過這個瓜糊是固定的位置 另外還有一題 是也更複雜的 在哪裡呢 這個字串切割 這一題是最難的 怎麼說呢 因為你會發現 它要切割的東西 剛好是這個中瓜糊 把中瓜糊裡面的東西 幫我把它切割到這邊來 有沒有應該可以看懂吧 這個東西 有點像它有點像中瓜糊 這個特殊符號 而且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你應該知道頭尾 其實類似的概念 可是這一題最難的地方在哪裡呢 它一個格子裡面 有不定數量的瓜糊 像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 在第六列有沒有 一個兩個 底下有可能有三個 有四個有五個 有六個很多個 它這就很複雜了 其實有參考答案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自行參考 雲端上就有答案 不過我是建議 你按部就辦 因為這邊就有答案了 切割的程式 範例的解答 因為這難度太高了 OK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看一下 也許你可以先想想看 當然這也是某個同學 他每天都要處理這些事情 他如果沒有好的方法 他就是土法鏈鋼 哇 土法鏈鋼天啊 怎麼每天都要處理 所以你會發現有程式解決 按下去馬上OK 但如果沒有程式 就是無止境的土法鏈鋼 每天就是這樣子 那太浪費時間了嗎 對不對 所以不如你就可以把程式寫出來 那程式的話是非常有點難度 一樣是Find 一樣是Mid 可是呢 這邊的話會多一些東西 因為它沒有 所以你要變成說要一直往下找 一直往下找 會有一個兩個三個 越來越長越來越長 所以最後可能會需要用到切割所有超連結 這邊會用到另外一種迴圈 叫Do While Loop的迴圈 Find回圈是有範圍的 比如說我們For I等於2到10 是固定範圍 但是如果我不知道到哪一個停下來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用Do While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說有幾個瓜糊 對不對 如果不知道的話你可能要用Do While 不過這難度比較高 那有興趣的同學也許自己可以玩玩看 這個程式如果你把它複製貼到那個模組裡面 Run 馬上結果就OK了 當然這難度比較高 也許我們之後有時間我們再來看好了 那剛剛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把那個我剛剛做的前刮虎 後刮虎跟切割字串程式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剛剛假設打字打錯了 或怎麼樣其實有個方法 Ctrl C Ctrl V 應該會 C Ctrl C Ctrl V 的話呢 你就把它貼到這邊 貼上它就會有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最後那個剛剛的部分講完 最後的話呢 當然這些都不需要了 所以這個只是階段性任務嘛 你不可能說工作完這邊還藏了一些東西 所以這邊可能也許就都不要了 那我希望呢 馬上輸出 可是如果說像剛剛這個程式 它有錢刮虎一定要輸出 那怎麼辦很簡單 幾個方法 一般是什麼呢 把它輸出到D的東西 你給它一個變數 那我的習慣呢 給什麼 假設我取一個名稱叫A好了 A等於什麼 A等於找錢刮虎 所以A等於找錢刮虎 你可以把這一行有沒有 把它拉到這邊來 意思就是說幫我找到錢刮虎的位置 先暫時存放在A裡面 A在這裡就是一個變數 OK 暫時存放 比如說過來的話第一次一定是0 OK 那B的話呢 這個名稱也是自己取 B等於什麼呢 找後刮虎的位置 所以把這邊 把這一行後刮虎的位置有沒有 A找到錢刮虎的位置哦 B找到後刮虎的位置 然後就把它暫時存放在這裡面 後面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如果A假如是不等於有沒有 不等於0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呢 把那個錢刮虎的位置 那錢刮虎的位置現在改A了 所以你就把它改A就可以了 那後刮虎的位置 把它改B有沒有 然後B減掉A 再減1 成就寫完了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前面只是說 先把它丟到儲存格裡面 現在呢 是先把它丟到一個變數 那這個所謂的變數 其實就在記憶體給你一個空間 暫時放資料啦 跟放儲存格差不多啦 OK 那只是說呢 如果你現在放儲存格 好像感覺 不知道放哪裡比較好 那請問一下 他這個什麼時候要宣告 因為以這個來講 沒宣告還可以 其實VBA裡面 基本上所有的變數可以不宣告 所有的變數只有陣列要宣告而已 對 因為VBA裡面 你可以這樣啦 一般書裡面的寫法是叫你怎麼樣 叫你用個定 定的話定A 而且他告訴他是S S的話就是他是哪一種形態的 比如整數的話就integer OK 然後你可能B的話就是定 豆點B 而且也要是integer 這樣子 可是問題 我們可能要再講一下資料型態 是什麼 然後要宣告 不過呢 VBA有個好處 他其實是可以不宣告的 所以我想說 那我可以不宣告 那我就不宣告就好了 我沒事幹嘛多寫一行 而且還要多去了解這裡面 當然了解是必要的 可是我覺得暫時你們不了解 也沒有暫時不會有問題啊 所以基本上VBA有個好處啦 這個變數可以不宣告 跟Python一樣 Python也是變數不需要宣告 所以你會發現大數據分析 主流的這種程式語言 它有個特性 就是那種變數裡面的資料型態 他都可以暫時不用管他 這也比較符合大數據分析的概念 因為你來的資料一定是不定的 不定什麼不定型態不定長度 如果說你已經先定好了 那丟資料怎麼辦 你已經宣告好了 如果來一個資料是不確定的型態 不確定的長度 那放不下我就這程式就錯誤了 所以你還要去還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有的時候暫時忽略 基本上工作上應該也暫時沒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長時間這樣弄應該也OK 而且如果你不宣告 程式又變比較短 比較簡單 OK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程式寫完 應該可以看懂 你看程式沒寫很多 關鍵的地方 E一定會有迴圈 對不對 一定會有邏輯判斷 反正以後這東西會不斷出現 頂多是說如果你有一些暫存的資料 你就多一個A跟B 如果你不要 不要叫A跟B 你叫XY都沒有關係 這個名稱是自己訂的 好 我們把它執行一下 OK 然後把它執行 假設清空好了 不過其實應該要有個清空 我現在還沒寫這個清空 我先把它執行好了 那如果執行之後的話呢 沒有問題 那就 有問題哪裡呢 跑到F了 所以這邊的話記得 程式把它改B一下 有沒有 他丟過來應該是在B 剛剛我沒改 把它執行 那再來的話 清除的話怎麼寫 其實清除的話 乾脆拿這個來改 有沒有 這個把它改清除 其實就是 所以清除之前也講過了 其實就是怎麼樣 把裡面的資料清空就好了 清除 然後把這邊改什麼 改B 這邊把它改什麼 雙引號 這樣就OK了 可以清除一下 OK 這邊鎖動一下 好 我們就寫完了 所以基本上呢 剛剛的程式大概就這樣子 最後請各位自己再增加兩個按鈕 那就是旁邊放兩個按鈕 然後一個是切割字串 那就切割了 再來思考一下 如果這兩個做完了 VBA還沒結束 還有什麼呢 還有制定函數 OK 制定函數是什麼 請給我一個資料 也許 Function 對不對 插入一個Function Function 那個Function名稱也要怎麼 切割字串函數好了 跳出來 給我資料 那我就給他資料 那他怎麼幫我剛剛好切割完 丟到儲存格裡面 要的資料就出現 OK 想想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其實 真的 VBA 那也是一個過程 我們還是從先從慢慢簡單 再到複雜 其實程式我寫完 真的很多事情就簡單了 你就不需要土法煉鋼了 你的效率 可能就不是十倍百倍的 很多時候其實真的快太多了 所以我寧可我寫程式就好了 這種東西 你程式寫完之後很多事情 真的就搞定了 甚至你可以寫得很複雜 當然甚至把一個助理寫出來都可以 助理的工作全部都可以把它變成 一個自動化流程 那當然也是現在AI人工智慧的目標 就是說 所有的事情 所以你如果你的工作 假如是 可以 用鍵盤滑鼠 在那邊敲來敲去 打來打 就可以做出來的 可能你就要有危機意識了 因為那些工作其實是真的很容易被取代 程式寫完之後 你那個工作就可以被取代了 那請各位試一下 程式的部分的話 雲端上也有 請各位自行再參考一下